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海钓钓鱼 还干嘛来的 比较懂啊 算是了解 那你在国外这些年你挣了多少钱 简单的说我一年的营业额 公司的营业额大概能在不到一百万 合成人币 然后如果说是跑去给员工的工资 剩下就是我的金收入了 挣多少钱我问你 挣的话五十万左右吧 你还可以啊 那你学费啊生活费都自己自给自足了 我在出国以后几乎就是自给自足 那还不错啊 现在还干着啊 现在还在经营 不过我现在回国了嘛 已经把这些东西都交给我的朋友 交给谁管理了呀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还有我的一个就是前女友 你交给前女友是啥意思 你犯错了啊你 没有因为我已经回国发展了 他在那边还会在留学 然后他的生活经历上 那我保证会没有我现在这样 你们真分了吗 还是武断私连 已经分手了 不可能吧 你这么重情重义还给前女友 你们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马上有异地了嘛 然后让他一来呗 他的年龄比我小很多 他还没有读书毕业 你26他多少 他比我小7岁 19 不过他的管理能力还是很强的 所以说 我没有问他的管理能力 那他跟你认识的时候他多大呀 18岁嘛 怎么认识的呀 这样呢 他是我朋友的一家餐馆的服务商 然后也是我朋友生日 在他们餐馆做了一个party 然后在那边认识他 认识他以后 然后加了微信 相互了解以后 然后就这么好唱了 那你怎么把你的那个家政公司 就交给他了呢 因为我们两个的关系 首先没有说那么僵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他一个女孩子 在那边的话 一个人也不容易 再一个 还有一个我的朋友 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觉得他们两个合伙的话 能够顶低我 你是免费给他的是吧 免费给他的 把你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他 对 全都给他 不错你 我觉得你还爱着他 不能这么说 你这男人不错 我就这意思 谢谢你 不抠门不小气 挺仗义 对吧 太仗义了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比较大度的人 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不需要做太多地角 因为我既然选择回国发展了 我就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放下 无论是感情也好 事业也好 全部都放下 这就是我回来的初衷 你回来多久了 我19年1月份刚回来 有线下面试过 没有 为什么 我觉得也是 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平时在澳大利亚 也会看菲尼莫署这个项目 然后刚回国的话 我也是有这个想法 然后后来我就直接发过来 一个email 然后这边那个栏目组 就直接联系我了 就过来